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这个Google表单如何去设计 Google表单如何设计 所以快速点亮一下这个健康医管理 你看这个健康医管理 下面是不是有一个表单说明 我建议各位 你最好是就是有一个简短的说明 而且你要把那个政府机关强调出来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很多诈骗集团 他真的不希望把资料 就是自己的资料给别人 所以例如说 那个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当我不能假借这样子一个名义 你们可以 你们反而就是要做一个APP 想要去搜集市民的资料 搜集自己的健康资讯 自评健康等级 今天开始一起关心自己的健康 好 那我想简单的打完这样子的资料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来设计像问卷 像测验这样子的内容了 例如说我只想要收集 例如说他的收缩压 所以我就在这边 第一个问题 我就是直接输入收缩压 最好是先输入自己的身高 因为身高 体重性别可能会跟那个收缩压那些是有区分的 好 例如说身高 假设我们今天输入这个身高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选择 他有很多种问答的样式 我想最常用的应该是你要收集资料就要请他自己输入 而且身高他不是一个类似像男女叫二一选择的 如果是可选择 我们尽可能做成选择 他只要点一下就好了 可是我想身高不太可能适合设成选择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也许你可以设 例如说150到160 类似这样子选择 因为你要设计的表单是以辩命为目的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我就先设简达 就是到时候可能请你点一下他 然后开始输入阿拉伯数字 因为我设计的这样子一个简单内容 都是以输入数字为主的话 我觉得还好 这是大家可以去接受的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身高我们设定成简达的回答方式 这个我先 我先来去观看一下这边 请问身高要不要弊填 因为通常血压 血压他会跟身高体重多少是有关系 还有跟年龄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这边我先勾选碧田 碧田就在这边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回应验证 看您觉得需不需要这个回应验证 如果不需要的话 那我们就不设定 这回应验证就是说 假设我们今天限制他的身高只能输入 例如说100到200之间 那如果他输入250 你就知道说他在乱输入 这就是验证了 那我们就不去做这个验证的设定 他有这样子的设定的机制 因为我觉得只要大概 大家有这样观念就可以了 验证是还蛮不错的 再来如果他这边 甚至我们设定他一定是填数字 这也算是验证 如果万一他输入那个中文字 那就代表说他可能闭着眼睛在那边填写 好再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增加 这边是不是第一题 所以再增加身高不能直接问收缩压 应该要问就是体重 好例如说体重 就是那个关联性的体重 然后接下来简答好一样 我假设计的设为是碧田 碧田 你看这边有没有一个验证 验证就介于几公斤到几公斤之间 这样算合理 这就叫验证 好再接下来新增 那身高体重 例如说年龄是不是也很重要 好例如说我再加一年龄好了 顺便我有了年龄 我是不是还可以去调查一下 就是例如说血压是不是跟年龄是成正相关 年纪越大血压越高之类的 好那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它这边自动会变成选项 有没有发现到这件很特殊是蛮奇妙的 也许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变成说几岁到几岁之间 也许是12岁以下 12岁以下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写 例如说55岁以下 例如说55岁以下 最好是写 例如说13到55岁 那1岁的小朋友说不定也会点他 我只是举这样一个例子 所以最好是把那个问题描述更清楚一点会比较好 例如说那个56到 例如说65岁 年纪越大越会关心自己的健康 然后例如说65岁以上 可是我想请你们大概知道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它自动出现这个下拉式选单 如果没有出现也没关系 你就自己去设设成下拉式选单 就是变成它到时候变成选择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下拉式选单不如单选来得好 单选 单选怎么讲呢 它这边就只能单独选一个 这叫单选 当然除了单选是不是还可以看到有一个核取方块 那就变复选了 好一个人应该只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年名的描述 所以我们应该改成单选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也蛮容易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要不要点这个新增其他 不要 我想你们大概一种如果有其他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要用文字输入的方式来去输入 好 我们这边就不点这个新增其他 好 然后接下来请勾逼 就是我们也可以有这个年龄 然后去调查一下那个血压的一个表现的情形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点选加新增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收缩压 那收缩压你有没有发现它直接变成简单 那为什么年龄它会变成一个选单的方式 因为年龄它已经被预设 它就是一个阿拉伯数字的方式了 好那我们知道资料 资料分一种叫做连续性的资料 比如说1月1号1月2号1月3号 这叫连续性 数值性 好它会自动切换变成用选单的方式 可是像这个收缩压 它没办法从收缩压这三个字 看出哦它就是英文字 因为Google公司没有建立所有文字的metadata 就是不晓得你们可不可以了解 当我们看到那个男跟 例如说外国人他们看到那个mail 他就知道那是在讲性别 这样可以了解 那一件字不够 但是我想会越来越多 因为收缩压这一看 我们就我们知道它就是数值 它可能会变成一个选单的方式 因为我们可以数值性的资料 你可以让它输入 可是你要理解电脑看到的是什么 电脑已经看到说年龄就是一个 里面就是数字 可是Google公司没有把那个收缩压 它也是数字建立进去 这个ontology那个文本库建立的文本不够 我只能大概讲到这个地方 让我们可能理解一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用简答方式方便让别人去输入好了 然后接下来一样是填 必填 然后再新增 新增 那我收缩压还有什么 书张压 书张压 然后一样是用简答 然后接下来用数值来填写 好 然后再新增一个叫做心跳 然后一样用输入数字 好 那通常我会 我会比较倾向 我会比较倾向 就是再收集一个 再收集一个资讯 叫做自评 自己去评 你知道 你知道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不是它罹患高血压 最可怕一件事情是 它已经罹患高血压 但是它觉得它没病 这才是最可怕 建议各位 我建议各位 就是我们呢 做一个自评 做一个自己去评量 自己觉得自己健康 现在是几分 那也是点一下的事 好 例如说 再新增一个 您认为 您自评 现在的 健康状况 物 代表 最健康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一样是用什么 单选 但是它这边 下面 因为我是希望 带一点点 下面的东西 有一个叫做 线性刻度 有一个线性刻度 在这个地方 有时候呢 它会自动跳出来 不会跳出来 你就自己选 这个线性刻度 所以 一到五 一到五 就是 变成说 一二三四五 而且我也勾 我也勾 必填 好 我们来预览 给大家预览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预览 所以你看哦 这边都是必填嘛 你 就是 对方要填身高 要填体重 要填 连宁 还有 收缩压 舒张压 还有心跳 有看到哦 好 一二三四五 这样 大概可以了解 最后就是点提交